明星们在化妆间被拍,全是大咖,看看跟迎评差距大吗? 郭德刚表演幽默风趣,在化妆间可是相当认真,一丝不苟。 吴刚老师,给他服务的竟然是蒲村芯。 成龙和李连杰现在基本上都是为戏而化妆了,张家一瞧装成这样有些不认的。 冯公老师。 一代女神林青霞,已经保养得很好。 张杰和谢娜,两人容生父母后,谢娜在家休养,张杰频频参加综艺节目,看起来还相当年轻。 黄晓明和杨颖,黄教主还抽空研读剧本《十分敬业》,杨颖得这么多人服务呀。 黄晓明和关小录,两位都是笑草笑花的容貌,年轻人就不用化妆了吧? 关小录是没看见,不然准的吃第一粒热八个醋。 李一峰,你确定这是在化妆吗?你确定这么帅了,还需要化妆吗? 王宝强兄弟才需要好好修剪修剪。黄博即将开始自己美美的一天,打扮起来也很认真。 孙红雷这待遇,人在化妆间,还这么多人为官,连摄像机都扛进去了。 刘德华,别以为画成这样,粉丝们就认不出你。 范冰冰冰,范爷的美人形象真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啊。 含红一贯的黑色装扮。 含红一贯的黑色装扮。 赵丽颖,赢保自己动手,封一足十。 或撕烟和抄磨合碎。 女神高圆圆,给你化妆应该很容易吧? 你,再涂个口红,完美。 宁静,耳朵后面也得涂粉吗? 孙丽的短发一直看起来都很清爽。 素颜女神王立坤。 莫文伟的素颜没被称赞过,但不影响观众喜欢她的歌和演技。 连心如一直都是很自然的样子。 舒淇在化妆间一样很开心。 这时的梁洛诗还不是三个孩子的妈妈。 安宁轩最近动了手术,祝愿她早日康复。 感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